由陈小冬主演的偶像剧《爱情急诊室》 12日接受媒体探班 而陈小冬的家人也都一起前来 令他十分兴奋地亲自介绍起戏中的场景 不过难得与妈妈一起接受采访 开心之余陈小冬竟有些小小的不自在 哎呦我好害怕突然间这样子 因为也是入行以来其实没有跟妈妈一起做过这样的 对 那么这次是因为他们有一段时间没有来 没有再回来台湾 然后知道我在这边拍戏 那么特别因为我自己也是刚刚从香港回来 对那么就带上了我的妈妈还有外公 还有阿姨还有弟媳妇 已经38岁还依然处于单身状态的陈小冬 也让陈妈妈急得想帮儿子相亲 连在戏中的妈妈也跳出来爆料 让在旁的陈小冬几乎着假不住连连喊停 妈妈你有帮他那个相亲过吗 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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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问得很好 这是我 但是我一直想做 但是还不敢做的事情 因为我话招架不住 所以我想做 就我 我怕他不得做 不过他私下跟我说过 没有 他说他很想结婚 但是工作太忙了 尽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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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什么都不要在前面先说了 真的要发生的时候就尽力而为 也很贵 但是我还没说这个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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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